有幾年年輕人騎電動梯 要來派出所要報案 想不到說聽到奇怪的聲音 車就這樣鄉鄉燒起來 趕緊早去派出所裡面 拿不到火器出來打火 小鳳梯到家裡用水一直煮 電池也一直清白煙出來 看起來好像火熟了 電池要拿出來 鄉鄉又發生複雜 拜託的拔米糕 用燒港的高雄派出所頭前 發生電動車燒起來 到現在到現場的時候 年輕人也是笑笑的感覺很無奈 因為兩天前 在基町中秋二樓 也有一支電動車燒起來火警 當時小鳳梯也把電池 拿出來浸水再解讀危機 車主當時也在現場 連鎖發生電動車燒起來 十八歲臨審時說在車行開二十多萬 該電池跟未電腦末打 就是要讓車騎得更快 又騎得更遠 可能就是太燒電池動不了 問其他車行的技術 可能就是該種時候的問題 一般不外乎都是在電池馬達 跟一些周邊的精品配件 這樣子 如果你加大了馬達 或者是加大了電池 那您車上的線路 如果是負荷不了的話 有可能會有比較危險的存在 想說車騎得更快 想不到說這些錢 就好像去火燒起來一樣 燒到沒半行 民視新聞 高雄報導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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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